中国西部有一条介于甘肃与青海的山脉 这就是著名的麒莲山 它高耸入云 气势雄壮 沟壑纵横 雪凤挺立 一副伟岸的态势 衬托着西部独有的气魄 在山脚下的位于甘肃省永昌县境内 紧邦麒莲山的小村庄者来寨 由于常年干旱少鱼 沙化现象十分严重 使得原本贫瘠的土地看上去更加荒凉 与其他中国西部的乡村一样 用粘土夯住的土坯房 构成了整个哲来寨的自然景观 丝毫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然而 就是这么一个丝毫不起眼的地方 多年前却成为了考古专家 史学家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到底是什么 吸引了这些学者们的目光 这还得从这个小村寨的主人们身上说起 这来寨村共有四百多人 他们讲汉语 足系 填的也是汉族 但让人惊奇的是 其中很多人都有欧洲人的相貌特征 比如个子高大 蓝眼睛 眼窝深陷 头发呈棕色 寒毛较长 皮肤为深红色等等 外地来的人到了寨子当中 置身于当地村民之中 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种 置身于异国他乡的感觉 就连偶尔到此旅游的西方人 见到他们也会开玩笑的说 我们的老乡怎么跑到甘肃这个地方定居了呢 一日乎 这来寨人的特异容貌 引起了当时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他们认为 虽然这来寨村民在户口本民族一览 标明的是汉族 但在他们奇特长相的背后 可能隐藏着一个尚不为人知的秘密 有些专家大胆推测 根据他们的长相和历史的记载 他们也许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 而是来自于西方的外来者 公元前53年 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克拉苏率军远征 今天的伊朗地区最后兵败 就连统帅克拉苏也被俘后斩首 而向东突围的一支六千人的罗马军团 由于后路被断 不仅再也没能回到罗马 而且就此从历史上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结局 最终如何 这就是两千多年以来 一直未被破解的古罗马军团消失之谜 可就在多年之前 突然有很多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 当年兵败的罗马军团历尽艰辛 最终在中国甘肃省永昌县黎前 也就是如今的者来寨 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而巧合的是 这个寨子原来的名字黎前 就是中国古代对古罗马的称呼 令人吃惊的是 在后汉书当中有一条记载 似乎也指向这个村 并不简单 书中曰 汉初设离间 去国明为间 同时还修建了离前城堡 而西汉河西地区的版团上 突然出现的离间 会不会就是今天离前村的旧址呢 当年就是为了安置罗马降兵而设置的呢 除了者来寨人的长相具有典型欧洲人的特征之外 他们的一些生活细节和风俗似乎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比方说 者来寨人似乎对牛有特殊的感情 在祭祀祖先的时候 要蒸一种牛鼻子馒头 就是把枣插在馒头的顶部 然后将馒头捏成一个宛如牛鼻子的形状 尤其是在丧俗上 者来寨人 不论风水不择地点 只是要求将死者的头部 必须朝西安葬 诸如以上 有别于汉族风俗之处 在其周围地区 以及整个甘肃省境内 那都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经过对比 更让人吃惊的是 历史上的古罗马人 竟然也有着类似的习俗 这一点 西方的史学文献和考古发现 足以提供大量佐证 同时 在者来寨村附近 发掘出了大量西汉时期的墓葬 可能也会成为将来 破解者来寨村民身世之谜的关键 那么问题来了 者来寨的村民们 到底是不是当年古代罗马战俘的后裔呢 为了揭开谜团 专家们想到了DNA检测 通过对这些长相奇特的村民 进行写样采集 在对样本进行DNA分析之后 实验结果表明 离前村民的男性祖先 同三个汉族人群 分别来自河南辽宁宁夏 极为接近 也就是说 很遗憾 离前村民的祖先 不可能是古罗马士兵 可有人当时又说了 没准当年古罗马士兵出征打仗时 还有大量古罗马妇女陪同 经过多年的战乱离散 这些古罗马妇女来到中国 同甘肃当地人 诸如汉族或者是其他本地民族 枪虎等结合 繁衍了后代 也就是说 当代离前村民的母系 有可能大部分出自于古罗马 不过DNA检测结果显示 离前村民的母系祖先 是古罗马人的可能性 也被彻底排除了 到此 一个历史长河中 扑朔迷离的传奇故事 就此画上了一个暂时的句号